在希腊有一个大哲学家 他叫苏格拉第 这个苏格拉第当时因为哲学 在当时是很崇高的职业 很多年轻人都想成为一个哲学家 而有名有利 有一个年轻人他发现了苏格拉第 跟他说我要跟你学哲学 苏格拉第把他带到河边 突然把他推到河里 推到河里 这个年轻人还以为苏格拉第跟他开玩笑 咦 掉到水里了 掉到水里苏格拉第还不卖帐 咦 自己跳到河里 把他的头啊往水里按了 他咕嘟咕嘟 他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了 哦呦 汽船不过来了 喝水了 拼命地挣扎 用人生的本能在挣扎 把苏格拉第的手推开 他啪一下子浮上来了 拼命地游到岸边 起来了喘着气说 你这是干什么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格拉第回答告诉他 我只想告诉你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绝处逢生的毅力 你才会创造成就 人只有在走出无路的时候 这是台长告诉你们的 才会想到求神拜佛 就犹如瀑布一样 只有在悬崖顶端 无路可走的时候 他才能创造出 美丽动人的奇迹啊 大家开心不了 开心吗我就多讲一讲 谢谢大家 杂 fragr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